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若是雨我就是风 是雪也是冬 多少话都藏在心中 想唱给你听 你若成佛我就是僧 可先生风就像迷人的谣 遇见了五空 咚咚抢我的天灵灵 让我爱你信不信 瞧瞧我的那个大眼睛 河马鸿红壳 咚咚抢我的地灵灵 好好爱我信不信 我愿陪你去走天涯 好好过一生 六月十六到六月二十三号 新马行跟大家报告一下有关的行程 在五月初 我们就接到威胜科技 曾圣龙我们大马的前代理的讯息 希望我们到吉隆坡看一下他们做的自动化系统 当然跟我们做的CMSCAPP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已经讨论了五年了 那许晨之许博士认为多安排一些行程 可能会比较好 于是从五月安排到六月行程 正式成行 那许博安排了六月十七号 到南洋理工大学 NTU 参讨论科技工资议进行程 参访CPS实验室 就是虚实整合实验室 是由台湾的台达电 那么跟NGU合作的一个工业4.0叙事整合的一个研发 那么17号下午到南洋理工大学机械及航空系 那么讨论CPS,两个主题,还有赵船 那么6月18号 那么上午我们拜访了新加坡大学 那么做成了合作 以新加坡大学为平台的一个合作的妨碍 6月20号 许伯安排了 马来亚大学 工业4.0研究中心 跟马来籍的Dr.Narindra Kuma 那么湘潭圣欢 那么做成了合作备忘录 那么中午 曾圣龙曾总 到马来大学 接我们 到他们配合的EDM公司 看他们的机器 以及进行之后的 讨论 会议 还有就是20号 到槟城 21、22到马六甲 二十几年前 曾圣龙 带领我们的CMS 招式模具制造系统 在大马 我们卖了第一位 那么足迹、片吉、吉隆坡、宜宝、冰城、星山 每次经过马六甲 他们都说要带我去走一走 说那边很不错 但是从来就没走过 所以这一次我们安排了两天 好好 采访一下马六甲的风景 22号 我们拜访了黄金港 有开发案的CEO 拿督肖玉凤做简报 那我们就从前面讲 台达电是台湾三家做PLC的其中一家 另外两家就是跟我们配合的Fartech永宏 那么我们之前的课有讲到 永宏它是first class的Mobus 所以我们出的机都是用永宏的PLC 那么国内第二家是风伟 它就一直说它们有first class的Mobus HMI都可以跑他们的PLC 我们怎么样摸 它就是missfirst class 那么台达电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还特别去买台达电的PLC做测试 它是有Mobus没错 但是它的位置你要知道它的各个记忆体的位置 或者没办法控制它的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成second class的Mobus 能够跟世界接轨的做工业4.0的 目前被我们公司认定台湾本岛三家 里面只能用的就是永宏的PLC 那么台达电 它没找国内的台大、清大、成大合作 然后去找新加坡的新加坡大学 后来又以新加坡大学没有南洋大学的重视产业实际的运作 就移私到新加坡 那到南洋理工大学 那么它投资了好几千万 南洋理工大学与同样的款配合款 跟它合作 那么南洋理工大学非常大 楼一栋一栋 校舍一栋一栋 所以CPS实验室有两个地区 一个是在机械系 一个在电脑系 配置的实验室、教室都非常非常大 那么17号下午 到机械及航空系 那么讨论的主题 除了CPS之外 那么还有三个造船系的教授 不是造船系 因为他们是机械及航空系 但是有三个造船博士来跟我们参加 也就是一个会议又要讨论工业4.0 需时整合又要讨论造船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会议 那么时间只有一个钟头 那么还是相谈甚欢 6月18号到了新加坡大学 那么李教授 他就讲述了新加坡大学跟南洋理工大学 分分分合合、政治演变的有关的历史 听得蛮有意思的 然后谁比较重视教学、研究 谁比较重视研发、创新 那么李教授在大型的 像HP的喷墨印表机产生的 那他以前做过 而且开发成功 让公司起始回胜 大发历史 他的控制器是用NVIDIA的 目睹系统 他不用IBM的 他不用微软的window 李教授是颇有自信的 然后很以新加坡大学为荣的一个传统 新加坡教授的风格 那么他希望我们以新加坡大学的民生做平台 能够跟我们公司配合 来吸引新加坡的有关自动化的厂商的合作案 那19号上午 我们到了吉隆坡 马来大学 他是用旧名称 不是马来西亚大学 马来亚大学 那工业4.0研究中心的 Dr. Narendra Kuma 那他领导的团队 很扎实 他们主要进行的是机器人 视觉 AOI 以及有关的 Convair 运送工件 机器人以视觉 来辨识 夹取 做Loading or Loading 这一块 那么做了很多的 Project 以及 这个实验中心下属的一个 在大陆叫做 孵化器 那么在台湾叫做育成中心 那么对外 有很多大公司 我们就 不一介绍的配合 所以在马来亚大学 这个中心 是 一个报 整个马来亚大学 都以这个中心为荣 那Dr. Kuma 也做成了 跟B公司 签署合作备忘录 那么使用 B公司的 CMS CAPP 然后配合 他们的专场 机器人视觉 抓取 做 整个马来亚 尤其是槟城 这边的有关自动化的合作 那么就像预定的时间一样 曾正龙曾总 已经 到了马来亚 大学 那么 发了LINE的定位 他很快的就找到我们 带我们到 他的配合 工厂 一家股票上市的公司 叫做EDM 跟方便加工的EDM完全一样 那么EDM他是 以前做了 线切割的线 不是以前 现在还在卖 生意不错 还有做很多机器 那在台湾 像这种公司 我们不觉得奇怪 但是在吉隆坡 我们觉得非常钦佩 就像我们之前评估的 冰城的自动化 包括 IBM AMD NVIDIA 还有很多很多全世界知名的 山西产业 自动化产业 在冰城都有厂 自动化半导体 多得不得了 10年前 我们交了一部 机 到冰城工业区 那他是台商 专门做Connector 买我们的机器呢 是做 电机 EDM放电的电机 那么KCAN是用我们的CMS系统 雕刻机是 秀风 机械的 一台 高速高精的 小台的 雕刻机 那么当时我就 有个想法 他们的弓箭 素材 大概都是 解面 2mm乘2mm 长大概 10公分 到15公分 然后 然后KC的电机 就是 看他的程式 怎么写 也就是他的电机 放电的 基本上不大 当时我就有想 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动的 生产 他的所有电机 就不要 那么麻烦 上下料 处理了半天 那这是一个伏笔 那这一次 EDM 他做的 就如我们 当初想法 是一样的 那他整个系统 就是一个 几个图形 从上次图来看 就是一个 大方 然后里面放一个圆 一个同性圆 有点像日本国企这样子 那么大方的 四个边 两个对边 放了两台 三低的 三轴的洗床 就是科电机的洗床 那么方的另外两边呢 就放了两台 自动仓储 每一台自动仓储 供一部洗床 好 除了供料 那么割好了再放回去 也就是有loading or loading的问题 那么中间的圆呢 就是放了一部 六轴的 机械手背 就是 做loading loading之用 那这种状况 我们叫做 一打四 一台 机械手背 对 对四个 机台及功料 一打四 所以机械手背 是整个自动化的一个瓶颈 然后另外 外面放一台 控制器电脑 做排程 他主要的做了 在我们的定义叫做 IO交握 工业4.0 初步 所以工业4.0初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洗床有他的控制器 机器人有他的控制器 那么用input 反应 output 动作 执行他的排程 做自动化 无人化 的一个 sale 一个机构 的组合 那么机器人 教导 一般是最准的 是最准的 你教导他 他就会 到你的位置去动 所以 一般来讲是万无一失 那么这个案子 应该是 很轻松 那么自动操除 一台 配一台洗窗 那每个自动操除 上下分了几层 同一层 有每一间隔 一个 law material 做好的也是放回原位 然后每一个 料上有 贴了一个 装了一个 RFID 那机器人要带个扫描器 透过 SR32 去读取 RFID 的编号 那么他就知道 要执行哪一个 CNC的程式 要执行哪一个CNC的程式 才能够 读到RFID 的问题 那么以及 它们每一排就读前后两点 然后中间去 Interpellation 去查中间的 空间的位置 那么 据 实际操作的小城说 他们的路径好像不是走直线 有些地方好像是圆火 重点是 撞了两次机 所以他们就 基本上现在 开机 都要 调到黄道几日 拜拜完了之后 才小心的 去处理 所以也就是 停摆了 一阵子了 那工作又忙 生意又好 那么现在整个状况是这样子 那这个 就跟我们的CPS 拍成 是完全相合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 那么之后 变成我们的系统的可行性 那这一台我们就 不愿意接手了 因为以前的经验 所有做不出来的人去接手 那问题一定很多 那之后听取了 马六甲 肖拿都的简报 那据我们之后 分析的结果 就跟新加坡 旁边那个 填海 赵 赵 主要做商业区跟移民区 由大陆投资的 在马哈蒂上台之后喊停的 那个案子 事实上 是同样的 马哈蒂喊停新加坡旁边的 但是大力支持 马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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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六甲 这个案子 以拉都年纪大概50岁 的一个女孩子 以前做的工作 有关 邮轮的fitting 他是 提供一些 装配 给邮轮 融换 能够有那么有钱 斗内 到拿到拿都的身份 以及主持 国家级的 一个填海造证 的案子 不能 不令人钦佩 那回台之后 跟有关的朋友聊的时候 他们说 背后有大老板的 那么一般大老板就是大陆人 那么到多高层我们就不知道 那 那重点不在这里 那么重点是 他们直接就点到 跟安曼很类似的 投资案 就是他们填海造了四个岛 那么其中一个岛 叫做 叫做滨海工业区 那么滨海工业区 以 修船业 为主导 希望能够取代 近在咫尺的 新加坡修船业 分一备根 就够了 那么造船业他们好像没有兴趣做 认为为时过早 但是以南都之前做的跟邮轮有关的 行业 所以呢 他们其中一个岛 就在 离航道 比较近 的池水 比较深的 一个岛 他们建了 很大的出游 潮 在安曼海湾 台湾的船跟日本的船 台湾的游轮 中游的游轮 朱用的游轮 被鱼雷打到 那么更加的 显示 曼六甲 这个出游潮的重要性 那么他们预计 会大发力士 那其他两个岛当然就是 住宿 商业 中心 我们也留下了LINE 做互相的 进一步的通信跟联络 好 那重要的是 我们一路 有些地方很难找 我们都找到了 很平安的 能够回到台湾 这也是 跟大家的 一个报告 好 谢谢 瞧瞧我的那个大眼睛 河马红红尘 咚咚 讲我的地零零 好好爱我 行不行 我愿陪你去走天涯 好好过夜生 咚咚 讲我的天零零 地零零零 地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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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爱你 行不行 地零零零 地零零 咚咚 唱我的地零零 地零零 好好爱我 行不行 咚咚 唱我的天零零 让我爱你 行不行 瞧瞧我的那个大眼睛 河马红红尘 咚咚 咚咚 唱我的地零零 好 好 咚咚咚 咚咚咚 我愿陪你去走天涯 好好过夜生 啊 我愿陪你去走天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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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